最近一期的国家宝藏 不知各位朋友看了没有 我们最喜欢的歌手周深 终于如梦以偿地来到了这个舞台 作为本期国宝创演者的他 所创演的国宝 是曾经跟随过 唐太宗李世民征战沙场的 昭林六郡 这又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精彩呢 拿小纸条进行介绍 这一段发生在周深 介绍昭林六郡的时候 他说 李世民曾经对这六郡 有过总结 但是很害怕说错 急忙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纸条 照着上面读 还笑着说 这可不能说错了 真是太可爱了 原来周深也有如此紧张的时候啊 事实上 正是因为这种伟人的高谈阔论 代表着历史 所以不容被后人误传 历史就是要讲究他的真实性 很显然 周深是明白这一点的 所以在介绍李世民总结话语的时候 格外认真 这也是他内心对伟人们的一种敬畏 虽然看起来有些滑解 但是更能让人见识到他的真诚 高情商 回复张国立 这一段可以说是展现了周深出色的语言技巧 介绍完创演的国宝 招林六郡之后 周深来到台上和主持人张国立以及王院长进行了简短的交流 张国立一开始就很惊讶地问周深 在这么多国宝文物中 为什么非要选择这个招林六郡呢 周深也是立马回答 他起初觉得想要选择一个跟他关系近的国宝 最好是和音乐有关系 可是后来看到其他皇帝临请前摆的都是杨 胡等吉祥的锐手 而李世民的招林上却刻着曾经与他驰骋沙场的马儿 尤其是马儿身上还插着剑 这让他觉得很感动 也让他觉得这个人非常的不一样 因为作为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皇帝 他到最后还能惦记着马儿 甚至身上几只剑都很清楚 属实让人感动 所以这也是周深选择招林六郡的原因 作为主持人的张国立也是不禁点头称赞 事虽小 但是足以见周深有这一双发现温暖的眼睛 问李世民有多高 问完了原因之后 张国立也是问周深将要怎么去演绎招林六郡 周深在回答时 也是说到了对李世民形象的认识 好家伙直接是名场面 他说小时候对李世民的印象 就是教科书上的认识 尤其是穿着龙袍舔着肚子 这句话逗笑了场上场下的所有人 这还没完 当张国立说完 李世民很有可能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之后 周深急忙追问一句 有知道他多高吗 此话一出 直接让人哭笑不得 给身边的张院长都整懵了 后来周深说 只是比较好奇 想要去对李世民有更多的了解 这也是说出了我们多少人的心声啊 因为我们翻开史料 似乎真的没有相关的准确记彩 所以周深也是和我们很多朋友一样 对这个身高比较好奇 最有意思的是 说完这句话后 似乎又觉得不妥 连忙又道歉 真是太可爱了 同样是在周深和张国立 以及王院长的交流中 张国立先提起了 他小时候经常看的隋唐演义 里面讲述了李世民的一些事迹 还问 不知道周深你看过没有 看这个表情 应该确实是没有看过 接下来 王院长也是说到了李连杰演的少林寺 同样有关于唐太宗李世民 笑着就对周深说 你这个年纪应该看过 可是周深非常可爱地用手遮住嘴 在王院长耳边回一句 我这个年纪还刚好看了 这一幕我直接笑出声 真不愧是你 再次让我们看到了周深的可爱 由周深为CCTV国家宝藏 展演记演唱的国宝致敬曲 威凤银已在全网音乐平台正式上线 这首歌特意去电视机上看了大屏幕 好听到哭 不停循环 周深的共情能力实在太强 看了一遍舞台 仿佛落入了李世民的时空 还出不来的感觉 堪比看一出好戏 开头声音轻柔缓缓到来 中间细腔和细白 再到吟唱 听了上头不愿停下 声音后世有力 太美了 是一种真正男子气概的美 后段又回到叙述 站在现代人的角度 再次仰望古人 他真的应该多唱唱戏腔 条件好 学得像 对年长一些的人再美不过了 对年轻一点的人 也是很好的弘扬文化的机会 刚刚听完威凤银 然后下一首随机到了情不由衷 再下一首是情势合物 你说巧不巧 古今对话感 历史沉淀感十足的 超级大气深情的几首歌放在一起 真是越听越震撼 从经典永流传 情势合物 到衣上中国 画娟 再到国家宝藏 威凤银 央视三宝 周深都给听众留下了印象深刻的高质量作品 央视家周深 YYDS 周深用恰到好处的情感 诠释出少年李世民 以名为天 开创太平盛世的勇敢决心 层层递进的演绎 也诉说着少年的意气风发 和那些争容凛冽的岁月 周深的音乐 赋予了我们太多的心灵悸动 曾经的硝烟弥漫 过眼的春光漫烂 欢腾的青春畅响 都被他用干净的声线 在清晨唤醒 欢乐地行走在灿烂的阳光里 周深所演唱的《威凤银》 虽然只是一首歌 但其背后创作也是诚意满满 《招林六郡》 是六批随唐太宗征战沙场的战马而克制的 此时的李世民正是意气风发的少年 正契合本季的主题 为了演唱好《威凤银》这首歌 周深和幕后团队反复修改录音多次 在歌曲中加入了戏腔和吟唱 要将少年的感恩和勇唱出来 特别是那一句 一梦长安 一梦戎马 由此微风 穿云而下 写得特别好 其中周深还融入戏腔唱法 用老声唱法来了一段念白 使得整首歌得到了升华 这也是周深新歌首发 听过的人不由的鼓掌叫好 聂尔小提琴 由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吕思青来创演 吕思青和交响乐的青年演奏家们 将聂尔先生的作品在舞台上一一呈现 当交响乐响起 熟悉的旋律出现在耳畔 不由的让人响起了忧国忧民的聂尔先生 响起无数的先辈们 这一期三个创演舞台 每一个舞台都认真准备 从舞台诗句到歌曲 再到交响乐 从这些舞台上 看到每件国宝背后的故事 也许有人问 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呢 其实这是将国宝和文化 更好地宣传的一种形式 是让更多的人 从国宝中汲取灵感 更好地去传播文化 不愧是偶像歌手 一到你这儿 画风就变得活泼了起来 从古至今 没有哪位英雄 哪位帝王 哪位有杰出成就的人 是因为身高才被人记住的 人的身高并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内在 比如你 周深 这就是周深 不仅是一个有着天籁之音的实力唱将 更是一个可爱有趣的翩翩公子 用他的温暖 用他的幽默 给无数朋友们 带来着快乐 传递着正能量 第一期就如此好看 有点期待后面的创严了 你期待吗